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終於為你們邀請到孩子的媽媽 AKA眾所期待的師母 師母基本上現在在老師的車上 然後今天老師故意做了一個假的主題 特地的邀請她來開老師的G 什麼主題呢? 就是來測評一下 一般的女生對於老師這一代的G-Car 開起來到底適不適合 不過今天師母難得來到我們的節目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行讓她太容易的過關 老師今天想到一個想要整師母的一個梗 什麼梗呢? 你們都知道老師自己的這個G-Car上面 有放著FI排氣管 那麼老師這一組FI排氣管上面 有一個電子閥門可以隨時大聲或小聲 也就是老師要透過這個藍牙的系統 直接將老師的G-Car這台車子 隨時的開關這個閥門 那麼今天老師要整一下師母怎麼整呢? 也就是說今天在她測試在開這台車的時候呢 老師就直接將這個閥門打開 然後讓她吹下去的時候突然爆炸聲很大 我就故意騙她說 靠腰那個排氣管壞掉了怎麼辦? 然後看她怎麼反應好不好? 不過在此強調一下 我們師母其實平常是不看老師的YouTube影片 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所以老師的車子基本上怎麼改呢? 他也不知道 現在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 Let's go let's go! 現在呢排氣管基本上是閥門關著 所以呢完全聽不到什麼噪音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聲 等一下呢我們在路上的時候 再直接把閥門打開 然後看師母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同學呢讓我們歡迎 師母! 哈囉! 跟我們同學們打個招呼好不好? 哈囉! 今天呢我們要透過師母呢 來為我們測評一下 也就是說呢 像師母這麼漂亮嬌小的女生呢 適不適合開老師這一代的G-Car 然後呢他們開起來的感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今天呢就請師母呢為我們講解一下 Let's go! 好了我們現在上路了 然後呢師母現在基本上是駕駛著老師的G-63 我們先問一下師母喔 師母你的第一個感覺到底怎麼樣? 你覺得這台車的手感怎麼樣? 歐西車比日系車的手法都還會再硬一點 OK所以呢我們師母現在就是說喔 G-63現在開起來對他來講 就是對一般的女生來講呢 尤其是老師這一代的 開起來手把比較硬一點 師母那我現在問你一下 整體的視野怎麼樣? 視野比較寬廣 比較寬廣一點對不對? 你覺得這樣開車起來安全嗎? 還不錯 還不錯是不是? 師母那我順便問一下喔 你平常有在看我的YouTube喔? 不會 不會 自己人沒有支持自己人 不過也好啦 因為呢 師母沒有在看我的YouTube 所以我才有辦法逼一關有的沒有的 不過原則上呢 現在我們再讓師母呢 再開一下我們的這個G-63 然後讓他整體的感受一下 等一下呢 結束的時候我們再問一次師母說 整體這台車子到底適不適合 像他這樣子嬌小美麗又辣的這種女生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齁 師母你覺得這台車子整體的排氣管聲音大聲還是小聲? 中等不會開場 中等不會太吵是不是? 那我們既然呢 邀請到師母對不對? 我們今天還是要請師母轟炸一下隧道喔 雖然老師這台車子好像沒什麼聲音齁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請師母吹一下 好不好? 來來來 好啦我們現在呢 要進隧道了喔 Ready 師母踩下去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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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哈 你還慣喔 車壞掉喔 媽媽你踩什麼 蛤 這樣對嗎 不是啊你踩什麼怎麼這樣子怪怪的 欸 我感到你去了你打壞掉喔 被你踩壞了媽咪 你是什麼樣 前面停車一下然後來看一下到底什麼狀況 來來來來 媽媽剛剛怎麼會這樣子聲音超大聲的欸 你有沒有嚇到 你覺得是怎麼樣 是你剛剛有怎麼開嗎 呵呵 你剛剛是踩太大力嗎 還是你有按到什麼東西 都沒有啊 都沒有 那怎麼會這樣子 真的不知道欸 好啦其實呢 我必須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那個我先給你看一下 我的排氣管對不對 其實呢這個是我改過的 那我順便跟你講一下吧 隨著這一組排氣管來的時候呢 它其實有一個電子閥門 你知道什麼是電子閥門嗎 電子閥門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排氣管的聲浪去控制 把它關起來的時候就變成原廠的聲音 把它打開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爆炸一點 那麼你剛剛在開的時候 我就是故意把它打開 所以聽起來非常的爆炸 你剛剛有沒有嚇一跳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很帥氣 很帥氣對不對 好啦好啦 不過師母我順便問一下好不好 你有沒有覺得我的車子有點不太一樣 顏色比較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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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變黑了 有沒有覺得比較帥一點 有沒有更愛我一點 比較man一點 比較man一點齁 那你有沒有覺得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車子的前面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車子的前面 師母你覺得那個車子的前面啊 有沒有變得不太一樣 保感是不是變黑一點 保感是不是變黑一點 真的耶 有喔 師母還蠻專業的嘛 還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對 對對對 風罩也不一樣 哇 師母太厲害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我的鋼圈好不好 我的鋼圈 你有沒有覺得不太一樣 鋼圈是不是不一樣 看起來一樣 看起來一樣 沒有不一樣嗎 其實說真的啦 老師呢 這個有墊出來一點點 我的鋼圈有墊出來一點點 輪胎基本上已經突出來了 已經呢 比我們一般的這個擋泥板 還要更出來一點 在此呢 shout out to 幫老師 就是安裝的 German Auto House 也就是我們的Dima大叔那邊 然後這個地方呢 變黑呢 我在此呢 要shout out一下 老師自己身邊的好朋友 也就是emrefs的師傅 贊助了老師 不只這邊 還好我的踏板 也全部都變成黑色 媽媽 你覺得呢 這一支排氣管帥不帥氣 你靠近一點看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上面有你的名字 上面有我的名字 沒錯 在此 once again shout out to fixsauce 幫老師呢 克制一個非常非常帥氣的 一個細節 好啦 再次感謝媽媽呢 這一次呢 特地的上老師的節目 然後呢 還被老師整了一下 雖然呢 對師母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覺得 這好像是一個蠻好笑的 一個橋段對不對 不過這一次呢 我們再訪問一下師母 你覺得這一次G開起來 你覺得怎麼樣 整體的感覺 其實還蠻好開的 你覺得還蠻好開的嗎 不會覺得很重嗎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是不是 那代表呢 我們師母也是重口味的 才會喜歡上我這種 哈哈哈哈 好啦 不過呢 再次呢 感謝我們師母呢 這一次上我們的節目 然後呢 還被老師惡整了一下 這樣喔 那麼呢 今天呢 感謝同學們的收看呢 如果下次還希望呢 我們師母再次上老師的節目 記得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的留言欄 再留言一下 表達你們對師母的支持好不好 你下次會不會想要再上我們的節目 再看看 再看看 好啦好啦 我覺得這一次呢 把它整一下 第一次上節目把它整了一下 它應該會很不爽 回去呢 等一下應該是沒辦法睡覺了 不過呢 再次感謝我們師母呢 然後呢 感謝今天同學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開鏡頭開鏡頭 耶